去年的NBA选秀一开始就说是大选之年 天赋一品的球员一大堆 但是事实却是连各场军十分的球员都没有 而且状元报销榜样打不上首发 前三都是水货 说去年的选秀是NBA 历史最差的一届也是有可能的 今天给大家好好分析一下去年的新兴球员 去年的状元秀是谁 本心蒙色 但是因为植骨骨折 赛季报销 球迷几乎都忘掉这个球员的存在了 而榜眼英格拉姆 号称杜兰特二世 但是在胡人队连各首发也打不上 场均9.4加4加2.1的表现 好像和榜眼的称号有点脱节 这样也验证了NBA 历史上状元和榜眼 必定会水货一个的定律 现在看来 西蒙斯看不到表现 英格拉姆重归重举 好像还可以接受一点点 而却年新秀重 得分最高的是贾马尔 穆雷 场均9.9分 正2.6篮板 正2.1助攻 第二顺位的英格拉姆 场均9.4分 正4篮板 正2.1助攻 场均4篮板 居然是新秀之中最高的 第三位的杰伦 布朗 场均6.6分 正2.8篮板 正0.8助攻 第四顺位的本德尔 场均3.4分 正2.4篮板 正0.5助攻 第五顺位的邓恩场 均3.8分 正2.1篮板 正2.4助攻 这就是去年新秀的事实 连各场均10分的球员都没有 而在NBA官方最新一期的最佳新秀排行榜之中 前两名都是76人队的球员 恩比德和萨里奇 不过他们都不是去年选秀出来的新秀 大帝恩比德14年的 英商缺阵两个赛季 本赛季出山场均20.2加7.8加2.1的数据 看起来很不错 但是刚打了31场比赛 又赛季爆销了 真的是天度英才啊 而萨里奇也是14年的新秀 本赛季也是第一次登场 场均12.8加6.3加2.2 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两人并不是去年的新秀 只是今年第一次打NBA比赛而被冠以新秀的名号 近几年的状元老是殷商打不了比赛 让人不禁感觉这几年的状元都去哪了 怎么好像没有什么新兴有要崛起的势头 也希望下一个赛季 本西蒙斯恩比德等受伤的球员都能够回到赛场给我们奉献精彩的比赛 也希望去年没有发挥好的选秀在下一个赛季 有更加好的发挥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